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接下来他就说我觉得石油现在是地板价应该是入场的好时机 结果4月20号 七油跌成了负数 第二天我就收到他的微信了 他说我们公司天台排队都排到楼下了 能借你们公司天台跳一下吗 今天早上我们公司也有同事问我 说听说油价都存负数了 现在是抄底的好机会吗 每当这种时候我就想起了杨将的一句话 你的问题在于读书太少 想的太多 期货和股票根本不是一回事 哪来的抄底 这次跌成负价的是WTI05原油期货 WTI是West Texas Intermediate的缩写 德克萨斯亲自中间机原油 05说的是今年5月份到期的期货合约 油价跌成负数并不是指原油价格跌成负数 只是合约在4月21号到期的原油期货价格跌成了负数 期货是以棉花大豆石油这种大宗商品 或者股票债券这种金融类资产为标的远期交易合同 说人话 就类似于我现在付你100块钱现金 两个月之后我可以用3000块钱买到一部iPhone 任何期货都是有到期日的 但是很多人居然以为原油期货还能够像股票一样 抄底做长期投资 可见我们普通人对金融的复杂性真是一无所知 不信我来问你一个问题啊 公司股票价格取决于经营业绩 觉得对的请扣1 不对的请扣2 答案是对也不对 因为股价还取决于行业趋势竞争变化突发情况政府监管 公司扩张基金持仓高管智商和他老婆什么时候打小三 那我再问你原油期货的价格取决于什么 你肯定会猜到 因素它不是一般的多 下面我们就来仔细分析一下这次负油价的诚意 提前预告一下 你会看到各种套娃 层层反转 堪比柯南破案 表面上是全球疫情导致的需求大幅下降 影响了油价 这个很简单的经济学原理 就不解释了 需求下降了 只要供给也下降 价格就能稳住啊 而且供给还真下降了 欧帕克已经同意每日减产970万桶原油 美国 加拿大 巴西 挪威等产油国也同意减产了 就是说从5月1号开始 全球每日就能够减产2000万桶原油 既然减产有共识了 需求又暂时没有大变化 但油价案里说不应该大跌呀 别急 你以为它是个经济学问题吧 实际上它是个物流问题 因为全球的石油仓库都已经满了 商品期货交易啊 最终是需要交割的 那么交割就需要仓库 根据Cripper Data的统计 由于疫情肆虐经济停摆 当前除美国之外 欧洲和亚洲的陆地储油库基本都满 注意这里有个伏笔 就是除美国以外 这里有个大瓜 后面我们再讲 这次资数有个跌成负数 是因为到了21号要交割了 却没有地方存放石油 所以大家贴钱也要把合约卖出去啊 不然最后被强制平仓审视更大 这个看起来是暴跌的主要原因了嘛 别急 你以为是个物流问题吧 其实它是个产业竞争问题 这次的暴跌还有幕后推手 居然是美国的夜盐油公司 嗯 夜盐油公司不应该是油价大跌的受害者吗 怎么会是受益者呢 美国的夜盐油产业 是沙特俄罗斯最想打击的对象 这个很好理解嘛 竞争嘛 你死我活 之前沙特征产导致油价暴跌 价格直接击穿了夜盐油产业的成本 也成了美股第一次熔断的导火索 夜盐油开采成本目前大概40美金以上 原油价格已经跌到25美金以下 这意味着生产越多亏越多 所以沙特和俄罗斯倒是如愿隐藏了 搞得夜盐油公司基本上都停摆了 这表明沙俄的打击很成功啊 但是他们忘了 美国的能源产业除了能产油 还是金融高手 是个斜杠青年 大跌之前 夜盐油公司已经进行了原油的套期保持 所以其实他们亏的并不多 套期保持就是利用卖空自己手头的货物 来对冲风险的一种金融操作 假如你手上有一万吨原油 你害怕一个月之后价格下跌吧 就会在期货市场上找人对赌 说如果到时候油价跌了 你就给我钱 如果油价涨了 我给你钱 一个月之后油价果然跌得很厉害 你卖石油的时候肯定亏大了 但同时又有人赔你很多钱 这不就对冲风险了吗 所以整个产业在停场之后啊 这帮油商索性转行干起了金融 专注于卖空石油 意思是我反正没钱赚了 干脆把事情搞得再大一点 你也别赚钱了 根据之前页岩油产业的持仓数据表明啊 WTI跌到40美元 它的收益就能超过600亿人民币 价格跌到25美元 收益就会超过1000亿人民币 在20号价格跌到了-40 你猜猜它们能挣多少钱 这么看来 页岩油公司肯定也是幕后黑手 别急嘛 既然是柯南都出来了 真凶肯定还另有其言 4月15号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将原由期权模型 从Black Scores改成了Backlier 史无前例的支持 富价格 5天之后就发生了这次暴跌 大家觉得这里面有猫腻的请扣衣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特朗普政府肯定也参与了这件事情 虽然之前在产油问题上 被沙特俄罗斯占据了主动权 可是美国毕竟还是金融大国啊 玩期货还没怕过谁 我记得之前说过啊 跟欧亚不同 美国目前还有多余的石油存储空间 这意味着盯住全球百度网盘已经满的窗口期 只要把交易所的规则一改 趁你还没有反应过来 赶紧打一波 就能够打出负价格的石油 而这批负价格的石油 其他国家都吃不下 最终又只能卖给美国 所以你居然发现 特朗普他也懂得一件三连 通过负价格这一件 直接三连 第一连 打压了沙特俄罗斯 让他们做更多的妥协 第二连 有人大好贴钱 让美国得到大量的石油储备 第三连 让页岩油产业得到巨大的利润 为特朗普争取更多的选票 这玩的就是心跳啊 你以为这就完了 现代金融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 说成是一两个幕后黑手操纵的阴谋论 那是小学生才干的事 促成这次负价格的 还有很多国际联手反应 比如说我国某行XX宝 这次也助攻了一把 顺便把自己的客户都坑进去了 啊 我是不是说太多了 请大家把保护打在公平上 好了 那么吃了这么多瓜 其实就一句话 金融的复杂和你对它的无知 全都超乎你想象 你带金融如初恋 金融虐恋你千百遍 别轻易炒股 别轻易碰期货 重要的事情说一遍 年轻人到底如何应该利用金融产品呢 国际惯例 我们需要分析框架 你可能听说过啊 高风险带来高收益 觉得这句话对的请扣一 不对的请扣二 这句话当然是错的 很简单 如果高风险确实能带来高收益 那么它就不是高风险了 这句话的原话是 为了吸引投资 高风险就必须提供高收益 但不表示这些高收益 一定在你身上实现 通常来说 韭菜承担高风险 镰刀实现高收益 几乎所有的理财入门课 都会说到这张风险收益图 随着收益的升高 风险也会升高 那么这里面就会出现三个区域了 一号区 风险很低收益也很低 这里面有比如银行存款 国债 余额宝这类货币基金 还有类似于国债逆回购 地方债等 二号区域风险中等 收益也中等 这里有债券基金 可转债 还有权益类基金等等 三号区域高风险高收益 这里有股票 私募股权 期货期权 收藏品等等 但下面这张图 肯定从来没有人给你看过 这才是真正的业内人士的视角 这张图我之后会发在动态里面 在这张图里 红线上面是天堂 下面是地狱 你能看到在一号区域里面 95%的人都在天堂 但在三号区域里面 95%的人都在地狱 当然啦 这些在地狱的人不这么认为 在一号区域 因为产品很简单 没有套娃 也很容易理解 比如银行存款 谁还理解不了 所以大家都很容易有收益 但是收益特别少 所以你不甘心 你要追求高收益 当你逐渐迈向二号区域的时候 你就开始步入了 人类直觉失效的区域 进入这个区域 金融产品变得越来越复杂 凭借直觉和财经新闻 你根本没法理解 那习惯了低位世界的你 到了高位世界 就会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 看了两篇文章 就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 这不就活该被收智商税了吗 到了三号区域 影响收益的维度 就变得异常的多 这个区域 专业选手能够毫无风险的 吊打业余玩家 当然 专业选手之间也有竞争 他们是有风险的 但是他们收割你却毫无悬念 因为在高位空间里面 他们有巨大巨大的优势 例如 丰富的知识结构 其实的内幕信息 庞大的资金规模 全职投入的时间优势 自动量化的高速交易 等等等等 在三号区域里面 散户就是穿着衬衫拿着菜刀 而你的对手是全副武装的狙击手 你被对方干掉了 连对方在哪里你都找不到 所以业余玩家怎么做投资呢 下面给大家附上一张 投资品金融塔图 这里面灰色框框 就是我建议大家 重点考虑的投资范畴 这张图我之后会发在动态里 有两点需要补充说明的 第一 可以多利用货币基金 它肯定是优于银行存款的 但其实两者风险差别不大 收益却高很多 第二 如果你看好中国的国运 那么指数基金定投 是个不错的选择 记住 千万不要轻易碰股票 那说了这么多 也可能对你毫无意义 很抱歉 因为我经常发现在投资件事情上 即使懂了很多道理 大家依然还是过不好这一生 普通人的投资 不是理性为王 而是隔壁老王 就是说当你的朋友炒股 或者买期货挣了钱 你就会按捺不住 觉得自己也想试一下吧 万一你试了一把 还真赚到了钱 你就会忍不住不断投入 直到最后全部套劳 这期间 什么原理 常识 分析框架 通通失效 这就是人性 很多事情 你没有被毒打过 就根本不能体会其中的酸爽 这期的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 千万不要混淆了 投资逻辑和创业逻辑 在投资上有一句话 无趣的赚钱 好过有趣的亏钱 但在创业上 有一句相反的话 亏钱寻找热爱 好过赚钱 忍受无奈 投资和创业 就是这么刚好相反 又辩证统一的两件事情 好了 非常感谢你看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还可以 欢迎关注所长林超 谢谢大家 下期见